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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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之间还不障碍 也没有说空间好像像冲突 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阿弥陀佛的救度是时刻包围在我们的周围 名号的功能 利用 光明 其实都在这个空间当中 都在我们的周围 只是说我们的心没有打开 所以没有收到 那你当下信愿具足 当下就收到了 所以平神夜城是完全可以理解 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信号一样 不是你打开手机信号才来 它早就来在你旁边了 你一打开就叶成了 那我们这也是样的 我们信愿念当妈咪读佛 你念出来当下就叶成了 因为早就在我们周围了 时节一来 这个六字名号救度的光明 它这个信息就已经在我们周围 所以没有时间的障碍 你再多长时间它保存着 没有空间的障碍就在这旁边 像手机 你在楼上接 在底下接 在中国接 外国接 它都是遍布在空间当中的 那个信息 那阿弥陀佛救度 我们更不用说 连人间的都这样 何况阿弥陀佛的救度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例 可以好好思维来考虑 那我们这里呢 就讲《为舍念佛》 有几件 我这个书是 415页 你们的书不知道哪一页 几段法语 上有大师的 我就来读一下 彼佛光明无量 照实方国 无所障碍 为观念佛众生 舍去不舍 顾名阿弥陀 昨天解释过了 观念法门云 但又专念阿弥陀佛众生 彼佛星光 常照世人 舍户不舍 总不论照射于杂业行者 这次佛光舍户 也说过了 观君苏云 佛光普照 为舍念佛者 都讲为舍 善导 往生里赞云 弥陀身色如金山 向好光明照实方 唯有念佛 蒙光设 当之本愿 最为强 又是一个为字 向好弥陀八万四 一亿光明照实方 不为余缘光普照 唯密念佛往生人 又是一个为 我们昨天也列过了 唯密唯有 都是唯 唯舍 唯照 唯观 唯明 唯标 全是唯 唯是唯一 唯有这个 唯有念佛蒙光舍 善人解释说 之所以念佛蒙光舍 是因为有第十八愿 当之本愿最为强 这就指的第十八愿 念佛往生愿 这称为强远 所以强远是绝对的因缘 只要是念佛者 就闭蒙 唯陀的光明摄取 所以就解释说 当之本愿最为强 强就是强远 为什么念佛蒙受光明摄取 因为这个符合了 阿弥陀佛的本愿 这是强远 所以光明摄取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了 那你不念佛 不能指望迷途光明摄取 就好像 这个电灯开关 你不按打 它当然就不会亮 也不会照着你 你按着这个开关 它才亮能照着你 就像手机信号一样 你不打对方电话 对方当然就收不到你的 这个电话 你打他电话 他能收到你 才能跟你沟通信息 那你又不跟他沟通 你不打电话 怎么能够强行的要求说 弥陀我不念你名号 你也来摄受我 这也讲不通了 元庆大师 往生要及说 这个不为预言光普照 唯命念佛往生人 唯也是叫唯 唯就是寻迷寻找 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 它有一个目的 元就是不是为了别的缘由 别的理由 原因而放这个普照的光明 这个普照的光明 是有它目的性的 它是寻找那个念佛的往生人 还可以用手机的信号来说 它是有目的性 就是发给你的 就是发给某某人的 不过阿弥陀佛六子名号 是发给十方众生的 那你收到了 就找到你了 怎么来找呢 就这样来去 找这个寻找 不是说你这样念佛 我来找到你 它是通过找 就让你变成了念佛人 这就是寻找 比如我们去 这个找飞行员 不是说他原来就是飞行员 是你找到他 把他培养成飞行员了 找唯命念佛人 这个找到你 你就是 因缘具足了 让我们沉迷念佛众生 而往生极乐尽土 极众恶人 无他方便 唯称弥陀 得生极乐 我意在比摄取之中 烦恼障眼 虽不能见 大悲无倦 常照我身 这是 袁信大师的 一段简单法语 上人把这句话呢 又把它输缩为四句寄语 好懂一些 唯称弥陀 身极乐 我意在比摄取中 烦恼障眼 虽不见 大悲无倦 常照我 这我们也解释过了 我们虽然看不见 但还是能感受到 佛救度的安慰喜悦 就像一个盲人 看不见阳光 但是太阳照着 他仍然觉得温暖 他这种感受 也是来自于光 我们虽然大悲障眼 看不见佛的光明 但是我们内心 有发喜 有安慰 有喜悦 这就是佛光 温暖了我们的心 然后觉得有前途 有光明 念佛的人 知道有前途 未来不会下三个道 内心有希望 有光明 这也就是佛光的作用 佛光的作用 是多方面的 未必光是 我们的肉眼 主要是我们的心 来感受 就是心光 比佛心光 长照世人 舍乎不舍 那我们心能感受到 佛的心地光明 未必就是色光 用眼睛来看 下面古德记语 这四句很好 步步光明记 深深摄取中 三百六十五日日 在春风 春风得意 春风得意马蹄疾 春风得意念佛很顺畅 每一步每一步 都在光明当中 每一声每一声 都在弥陀的旧度当中 摄取当中 就只念佛的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在 这个春风合唱 这样 春来代表生命 它的生长 那我们呢 法生会命都不但滋展 就念佛这样的一个生命 这样的生活 下面呢 举了一些念佛放光的试证 这个要看我们所编的 念佛感应录 第一呢 念佛必光 只要念佛的人 必然会放光的 念佛感应录第一册 收了有十几则 大家呢 可以看 其实这个看完之后 就喜欢念佛了 你多看 你都愿意放放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不念啊 就不看这些 心情不大 一看完之后 哎呀 那我也放放光嘛 你就念阿弥陀佛 深闪白光 念佛成佛 深放光明 念佛放光 弥陀文字 处字见光 这一段呢 也是在念佛感应录里边 就六字名号的佛名 本身就有光明 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有通灵的人 或者鬼神 他就能看得到 就证明六字名号 本身呢 就会放光 不是说我们念佛 才会放光 所以光号一体啊 那更加说明了 因为这名号放在那里 为什么放光 它不是一般的文字 一般的 其实万事万物 都有光明的 不过看它放了什么光 就一种信息 这是我们看不见 一种光波 其实世界 一种光的存在 波的存在 物质啊等等 这是物理学的解释了 一种能量的存在 光 那只不过呢 佛又放佛的光明 六字名号放的就是佛的光明 另外法感应有第三集 有两则故事 也是佛像放光的 不仅用名号放光 佛像也放光 这说明明体不二 佛像啊 这个名号啊 它就是佛的本身 就有它的作用和功能 有一位出家众啊 为了劝他母亲 专业精进念佛 这个出家众就是 这个也网成了 清宗法师 他寄了一本 念佛感应录给他妈 第二集 他母亲看了之后呢 觉得这个书就很好 所以晚上 这个虔诚念佛 精进不屑 一天晚上 他正在做晚课的时候 发现房间 光明满时 至甚耀眼 超过日光灯了 好几十倍的量 持续了大概 好几分钟 后来就找这个光明的来源 就发现是从 念佛感应录第二集 封面 我们第二集的封面 是一个慎重皆引相 所放出来的光明 这就是佛像本身 也会放光 显示佛像所在之处 即使有佛 这是法师亲自跟我讲 还有一本 也是念佛感应录 第一集的封面 也是佛像 一个法师送为居士一本 这个居士呢 这个法师就是 开元寺的中性法师 现在还活着 可以去对阵的 清宗法师已经网上了 找不着了 这个居士弟弟交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被鬼附身 这也是中性法师 亲自讲我 亲自听到 这个念佛感应录 放在房间的时候呢 就诡计进不来 他说啊 你有一本书在放光 他不敢进来 叫他说 你把那书 把那包起来 我才能进去 什么书在放光 就拿一本书在放光 他还把它包起来 证明佛像放光 哎呀 然后这个鬼又说了 哎呀 某某法师身上的光明很大了 这讲的就是 中性法词 人都有光 人生之目的这本书的有一篇 每人头上都有光亮 不只是念佛有光 其实不念佛也有光明 只是不是佛光 你起善念呢 就有善念的光明 起恶念就有恶念的这个胸光 黑光 晦气 这人用晦气 这个是 有的人死要死了又死光 这恐怕命不久啊 就是不吉祥的 这都是存在的 起恶念那就恶的光明 所以有的人叫胸光碧露 眼睛也冒 胸光身上都是一种 你看得不寒而栗 有的人要死了 你看就是这个人 他活不长久 一看就不对劲 他有一种信息出来 人虽然看不到 但是鬼神呢都看得到 因为他的存在不一样 所以这一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鬼见了佛的光明呢 是有三种 一进二怕三退让 这个谁总结出来 我忘了 也是一个年有 通过种种念佛放光的试迹 可以晓得 我们人虽然看不见 这个佛法光明 就是佛放光 我们虽然看 可是鬼呢看得到 这个鬼看这个光啊 有三种反应 一种是恭敬赞叹 哎呀 这个念佛人啊 放光 他恭敬赞叹 这是善根比较深厚的 有一种就是害怕惊慌 还有一种呢 那就是退避 离开 不再干扰对方 他就是这三种 那对我们当然都能忽悠我们 那刚刚讲的这位宗姓法师啊 他没出家的时候 家里也有佛堂 那位被鬼附身的人 有一天就跟他男朋友 还有男朋友的姐姐 三个人要进入佛堂礼佛 结果那个鬼魂进不去 在外面徘徊 等到里边出来了 他才又附身 然后就说啊 这个地方大门的两边 有两位护法的菩萨 他进不去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不给他进去 他不是鬼 不念佛的 所以这个护法神 挡住不让他进去 那么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呢 有这么几项的结论 第一点 凡是佛像 不管放在哪个地方 都会有佛光 人虽然看不到 但鬼魂看得到 所以我们拜佛啊 就要当个真佛来看 不能说就是泥素木像 其实佛像在那里 也就有光明的 第二点呢 念佛必定会放光 而且你长久念佛 虔诚念佛的人 他的光明就更加殊胜 更加远大 所以他说 哎呀 这个法师的光很大 因为他经常念 他就念得很虔诚 很奇怪 说一千到一万 还不如念佛啊 你说你很会讲 很会讲的话 都是人间的话 你再怎么讲 都讲人类的语言 你念佛讲的是 十方诸佛的语言 而且念佛能放光 那不一样 第三点 只要是念佛的道场 不管是出家在家 或寺院 还是说家庭念佛堂 都会有护法神来拥护 恶鬼邪神 不能靠近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 你家里念佛 你家里念佛堂 也是有护法神的 不是光在寺院里才有 因为这个护法神 它是护法的 你在念佛了 它要护持 这个念佛的法门 和念佛的人 好 我们今天学习第七章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是两句话 八个字 这一章呢 分为四节 第一节 说明这两句的重要 这特别加的这一节 其他的各章 没有这一 其他各节当中啊 各章当中 没有这一节 倒不是说其他的 就不重要 而是说呢 这两句话 是整个第十八院的一个 归结点 这所谓的目的 目标 至今心得预送我国 乃至实念 这是方法 但首先要确定目的 方法是围绕着目的来的 达到目的 那接下来呢 就说此二句 这事意 解释这两句 第三节呢 是专门就 若不生者的往生 那说明往生 什么样的境界 是什么含义 第四节呢 再说三种激发一体 就是若不生者 不取证诀 合在一起说明 我们看第一节呢 它分了五点 这二句的重要啊 分为五点来说明 大家就看组织图表 第一个是显 誓愿红生 讲誓讲愿 就在若不生者 不取证诀 那么所以红就是红大 这个十方众生 不往生 那都不成佛 所以呢 誓愿非常的宏大 深呢就是深远 救度众生彻底 广度 红是广度 深呢就是深度 三个道的 阿必众生 都要救度的 所以叫深 这个若不生者的生 往生的生 是救度如此的众生的 第二呢 显生因愿亡 就四十八愿里边 只有第十八愿 是生因愿 那么生因愿 从哪里显示呢 就从这个若不生者 不取证诀 这个生而说明的 其他四 四十八愿里面 都没有这句话 你要不往生的话 我不成佛 所以由这句话 知道这个 这条愿 是深因愿 就是往生的正因 在这条愿 第三呢 显示不可思议 那么显示什么不可思议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能往生 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卑劣的凡夫 三读俱读的凡夫 也能往生 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呢 所谓男性难说之法 那为什么男性 如此这样的人 就能往生 这是男性 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为什么难说 因为说了 他也不相信 因为男性说的圆满 太超情离间了 无法把他表达的 所以最后来就不说 不可说 不可说 不说 说了他 有的人他善根根基 不成熟 说者无智慧 就会起纷争 但是男性难说之法 能不说吗 不行 必说必信 你不说 众生就没得度的希望 你不信就没有前途 所以难说难信 也还要必须说 你也必须要相信 这就显示 这两句 这几个极点 都是从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两句 开演出来的 下面我们来看内容 一 显 誓愿红身 上海人他讲一个故事 这很有特点 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有一个妇女 她也 这是日本的一个妇女 她也不懂 这个汉语的意思 她怀 誓愿怀 她要生产了 在日本 这个净土很发达的 当然这两句话 她也听说过 若不生者 不许证据 当然这个 若不生者的生 到底什么意思呢 她不是很了解 她现在要生孩子了 她就想到说 哎呀 她难产 她马上想到 若不生者 不许证据 哎呀 如果不让我 把孩子生出来 她就不成佛 这两句话 好啊 想到这里呢 她就老是念着八个字 两句话 若不生者 不许证据 若不生者 不许证据 念着念着 哎就消业障了 孩子就顺利生产 你看就这么不可思议 果然顺利产下 所以阿弥陀佛 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 具备任何功德 任何感应实际都具备 你只要诚心祈求 都能够祈求得到 所以我们就是 求世间的利益 也不必念其他的 就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但因为他是日本 所以他也 这八个字 他也没了解 就是以为 我要不生下这孩子 阿弥陀佛就不成佛 那他保证我 能生下这孩子 他能成佛 这行 虔诚地念 所以我们 当然我们这个年友们 回去 未必教你的媳妇 女儿就念着八个字 来祝产 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绝对有这功能 我们说试愿 说试愿 愿和试 是两种不同的含义 那么就本愿文来讲 一共三十六个字 最后八个字 围处武林匪谤政法 是一个例外条款一样 是一个辅助性的说明 那前面有二十八个字 二十八个字呢 前面五句 四五二十个字呢 就是发愿的那种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至心心乐 遇上我国 乃至十念 这就是愿 愿意去往生 那在后面 这八个字呢 若不生者不去正觉 这个就是试 就是发试的作用 这个愿呢 当然很重要 干什么事都要有愿 对不对 你没有愿望 你自己不愿意 强迫是强迫不来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 净土班的学习 还有我们的 有年有我们来 听经文法 都是你自愿的 你自愿来做 你愿不到别人 你才有机器性 才有动力 请你来 那个三请四邀的 没有学习热情 那也没办法 那就说要自己发愿 这个发愿很坚实 这个很勇猛 那就会努力的 完成这条愿 所以愿是原动力 不管做什么事 做世界的事业 出世界的事业 都要靠发愿 那只不过呢 这个愿呢 有各种各样 有善愿 有恶愿 那恶愿当然不好 有的人呢 就发了个恶愿 我要那个不好的 那有这个 是染物的愿 也有亲近的愿 有住人的愿 好事 所以要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呢 它是主动 平等 无条件地救度我们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我要救度你 我要为你建立极乐世界 我要用我的名号 保证你往生我的净土 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愿 他这种愿 那就是广大的 是主动的 来为我们发愿 接下来那个母亲 他为了孩子 他这个愿心 是人世间来讲 可能是最感动的 最有力量的 你看那个母鸡 农村里面 你又讲农村了 像城里看不到这个 这个母鸡 带小鸡的时候 它是很勇敢的 它带一群小鸡 咕咕咕咕咕 如果天上来了一个老鹰 鹰就要抓小鸡 那母鸡非常勇敢 它马上又发信号 咕咕咕咕咕 拿小鸡咕咕都来了 你看二三十个小鸡啊 马上就都看不到 它怎么全部给它搞进去了 想看盖上 一下给它盖住了 里面都有窝鸡 二三十个 小鸡也挺听话 你说它不是有佛性吗 它怎么能听得懂 很快就集合起来了 啪的躲进去了 然后那个母鸡 就眼睛就斜着 在天上看 那个鹰在这边 他看这边 鹰哪看那边 这个鹰赶下来 抓他的鸡 他很勇敢的 他马上就跟他对干 所以老鹰一看 这个母鸡不敢惹祸 就走了 那要是一般的鸡 它就没那个勇敢性 为什么 它互亲切 它有这个愿 我一定要保护它们 拿阿弥陀佛 何况何止是这个老母鸡 对不对 一下给我们罩着 打袍子 很温暖的 我估计那小鸡在里面 一点不出声 你挤着我 我挤着你 这个是在 你看这个 都很感动人的 所以发这个大愿 阿弥陀佛 一下子 一下子把十方众生 都照到里面去了 什么言论王子之类的 这个他都要抵抗他 不过我们这是大菩萨 境界 主动平等 无条件的发愿 救度众生 那么在人类呢 也是你要母亲为孩子 也是要献出一切 因为往往你看 在些报道啊 新闻啊 都有这样的一种 他力量特别大 在那个时刻 他不顾一切 这就因为他有怨心 他有爱心 那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是出于佛性的慈悲 也就是世间讲爱心 所以这个大慈大悲 大愿大利 有怨心 有大爱心 那这样的救度我们 不遗余力的 我要假使 生止诸苦毒中 我行精进 忍中不悔 不管受什么样的苦毒 都不会停止 这个大愿 宏广深重 不但经天地弃鬼神 十方诸佛都齐声赞叹 自叹不如 所以阿弥陀佛的本愿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光明 是我们安心喜乐的来源 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今生解脱有望 臣佛可期 没有阿弥陀佛的本愿 那万劫沉沦 解脱无期 终此一生 只有仰天常叹 腹地而弃 这是我们的根本的依靠 那么所谓事呢 就是决心约定 事约蒙事堵住 也就是说呢 为了达到这个愿望目的 再苦也不停止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像刚才所说的 假使生止诸苦独中 我行尽尽 忍中不悔 也就是说的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个愿和事是两种 有愿才有可能 对这个愿再发叫做事 发事一定有愿 但是发愿未必有事 发愿就说我愿怎么样 那没达成呢 没达成那就不一定要付出代价 就愿望没达成 那发誓的话 就不达成就不行 若不达成我就 这个就是不可能不达成 就是誓愿的誓更猛烈 比如像法藏比丘 我如果不达成我就不成佛 不能就度尽十方众生 称我名号不能往生 那我就舍弃成佛的资格 他就有损失的 所以他用这个誓来读 让这个愿必然完成 那我们各位 我们大家来读书 还是发了愿 但是你发了试吗 我如果不确实怎么样 我就是砍断一条手 你发了这个试没有 没有 我学不成我舌头剪断 再学不成我脑袋砍掉下来 你没有发这个试 如果发了这个试 那个力量就勇猛了 我一定要达成 因为达不成我脑袋没有了 我发愿我学习的不行 我又要算 回去吧 发这个愿就没有力量 所以发了愿再加个试 这个试就是锁 咔嚓给锁上了 你打不开了 你必须办 必须这个愿完成之后 这个锁才打得开 阿弥陀佛等于一样的 他把他自己跟我们锁成一块了 咔嚓一扣 若不胜者不去正觉 他不成佛的话 他就没办法 他自己就锁在锁上了 自己又跑不动了 他一定跟我们紧紧地扣在一起 所以阿弥陀佛是他以成佛的性命 来读我们释放众生的往生 有了试 这个愿 才能彻入骨髓 成为生命 成为阿拉耶识里边最强的种子 生生世世 无穷无尽地相随不离 有的人就发毒试 我们这个恶业的凡夫 发好的试都没有 他什么时候也发试 他就发毒试了 这家伙 我要不服他怎么样 我就不是人 或者说 我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 发毒试都有 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 力量也很强 你要给一个人发上毒试跟着你后边 那你就回了 有我们伤生害命 可能被伤害的众生 他不仅有怨还有事 某某人你搞了我 我儿子九辈子跟着你都不离开你 我宁愿不去投胎都跟着你 所以有些孤魂野鬼 他不能投胎 他怨气没有消 他就一直跟着你 他就一直跟着你 你永远不投胎 像人面疮 大家知道的 实事作为高僧 没办法 找不到他的麻烦 一旦你破绽之后 找到麻烦了 一辈子 十辈子跟着他后边 那么诗愿的对象 这就显示诗愿红生 那就从他诗愿的对象来显示 他的红寡 深缘 这几条我们都说过的 我们来读一下就行了 不但人天 也是恶趣 平等觉经理说 冤非软动之类 就十方论很广大 也包括诸天人民 冤非软动 能我民自 莫不辞心 欢喜勇业者 皆令来生我国 也就是 连这个小小的飞虫 小爬虫都不安在内 又说呢 轮回诸去众生泪 素生我岔水安乐 长运慈心拔有行 度尽阿必苦众生 又说 三恶道中地狱恶鬼畜生 皆生我岔 受我法化 不久悉成佛 那么从这些呢 都显示他的 誓愿的深广 第二点 显身因本愿 就是从若不生者 这个生这一个字 它是最为重要的 思维摄取之极要 永结修行之极机 唯在于此 四十八愿中 于愿无此言 唯有此一愿 有此语 故名深一愿 一名本愿亡 阿弥陀发愿修行 见极乐目的 就是为了释放众生的往生 所以这个生这个字 是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字 在第十八愿里边 说了两次 第一次说 欲生我国 这是愿 你要往生我的净土 然后是又说了一次 若不往生 作我不成佛 所以说了两次 重复 所以思维摄取之极要 就是五节思维的时候 它对最极端的要点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去思维呢 就是要为我们建立一个 清净壮严的佛国 要救度能往生它的净土 所以它是五节思维的最根本的核心 那么四十八愿就是从这个若不生者 必然让我们往生而生发出来的 所以这条愿成为深音愿 根本愿 这就是本愿 那么永结修行的极 也是这个根本的基础 这个永结的修行 为什么目的呢 所谓不可思议照在永结 极致菩萨无量得行 那也就是要为了完成我们的往生 要达成它的誓愿 如果不论令释放众生 称名必得往生的话 这我不成佛 所以它照在永结的修行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誓愿达成 就是因为有这么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八个字套在它的井库 就像井库咒一样 孙悟空的一个井库咒 这个法藏笔发育 自己给自己套了这么一个井库咒 井库咒 给它套得上 我一定要完成 它才能得自由得自在 现在它完成了 它得自在了 得大自在 救度众生 不然的话 它永远不能够自在了 所以它经过赵宰永结的 难行苦行 完成了十方众生 往生极烈净土的 一切所有功德 到净土成佛 度众生 全部都完成给你了 它才成了正觉 所以它这种佛 这样成为正觉的佛 那大自在大圆满 所以我们说圣音乐 只有这一条乐 成为神经院 因为只有这一条院 它有这么一句话 若不生者 不取证据 那么其他院都没有 这里就说了 或许有人讲了 其他院我不说 比如第一院 无三个道院 那就不论了 这个十八院之外 还有十九院 还有二十院 比如十九院也讲了 欲生我国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致行 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 致行发愿 欲生我国 临命忠实 假令不遇 大政围绕 献起人前者 不去正觉 第二十院也说 受我得佛 十方众生 文物名号 信念我国 执诸德本 致行回向 欲生我国 不顾遂者 不取正觉 那么这三条院 都有欲生我国 这一句话 八个字 那么欲生我国 这个生就是往生啊 这三条院 不都是叫我们往生的吗 那不能叫圣经院吗 不能的 这三条院 因为都叫 和我们的往生相关 都有欲生我国 这一句话 所以这三条院 都叫做 摄生院 摄生三院 这三条院 摄出众生去往生的 但是呢 从是的角度来讲 这三条院 它都有怨 这个是同样的性质 但是没有是 讲是的 只有第十八院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那十九院 没有这样的是 二十院呢 也没有这样的是 所以十九院 二十院 虽然都是怨生 但是没有是生 而且他这个怨生 他是随复于 附属于第十八院 那怎么解释呢 第十九院 他试来营 第二十院 他也发誓嘛 怎么怎么样 不取正觉 他试的是来营 如果不来营 我不成正觉 第二十院 他试裹碎 就一定要 比较含蓄 达成所求的结果 碎就是达成的意思 达成这个结果 那么所示的内容呢 虽然与往生相关 比如来营 也相关 来营接我们到净土 那果碎 也是就往生这个结果来讲的 也是相关的 但并不是直接的 是往生 而是曲折性的 渐进性的 是依附于 服务于第十八院 这怎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为了就近 达成第十八院 必令一切众生 往生的目的 才发了第十九院 和第二十院 因为第十八院说 我一定要让十方众生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往生 如果不往生 我这不成福 那么众生根基 各个不一样 那有的人呢 在修诸行 修圣道门的 担心临终等等 所以那为了 完成第十八院 必定让我们往生 所以呢 就按你的心说 那你不用担心 临终的时候 我一定会来接引你的 所以这个 这一句话 等于是为第十八院服务的 所以这个第十八院 才是根本 因为为了这个 若不生者 不去正觉这八个字 他才要有这个 第十九院的临终来迎 这样大战 这样讲大家明白吗 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 我们这个世间 也是 这个 比如这个婚 婚娶啊 经常会取这个比喻 因为这个 他觉得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他要取某某人 这是他一定要取的 那我一定要取你 到时候我一定要拿个 什么八人大教来抬 他是为了显示 他一定要取某某人 然后他说 用这个仪式 把你取回去 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让 释迦阿弥陀佛 把我们释放中 迎会净土 然后他说 第十九院来迎接 那果碎是一样的 有的人听到这个事院 还飘飘渺渺的 听到名号 也是无动于衷的 阿弥陀佛的手机信号 都发来了 他也搞不清楚 是谁发来的 突然来个信号 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样的文叫名号 他就是 没有发起真诚怨声的心 那这样的这种声 阿弥陀佛也要发现说 我也决定让你能往生 不往生 我是不成佛的 那怎么办呢 他必须进一步的发现说 我一定要 雷雷 这个生生世世跟着你 最后让你达成这个 往生的结果 如果不这样 我是不成佛 所以他都是为了 第十八院的往生 而事院 临终来营 来生过岁 即使今生 没有达成往生 来生 来来生 一定让你听到 我雷雅名号的人 头能往生 我的极乐世界 所以这不很明显吗 这个第十八院的 若不生者 他就是主干 十九月二十月呢 就是从这个主干上 生出来的枝条 其实其他的各院都一样 比如敌院 活物三个道院 为了让我们去往生 那你往生 往生的地方有三个道 那是啥意思呢 我们不用去往生 这个地方也有 为了让我们去往生的地方 清静 庄严 优美 无量的喜乐 没有苦 他才说 你来往生吧 我这里没三个道 他为什么先讲 没有三个道呢 因为我们就是 中了三个道 最阴的人 担心害怕 堕落三个道 首先让你放心 当然极乐世界境界 完全不止于 没有三个道而已 所以圣经院呢 只是限于主干的 第十八院 那么其他各条院呢 都是枝条的院 不是根本的院 这样一讲 意义不是很明白吗 非常明白的 不过呢 从预生我国来讲 十八 十九 二十院 他们三院的文字 意义 性质 更加接近 所以呢 就称为社生三院 但是呢 只有第十八院 称为生因院 所以上的大师 把四十八院的每一条院 都解释为第十八院而说 四十八院 意义院言 若我成佛 若我得佛 十方众生 称我名号 愿胜我国 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个我们前面都解释过的 四十八院 每一院每一院都这样说 四十八院中 唯明 专念弥陀 名号得生 那有人说 这里可能搞错了 四十八院 有意怨言 那这里底下又错了吗 这个也可能错了 唯明 那下面又错了 红世多门四十八 偏标 念佛 最为亲 虽然有这么 还加个偏字 偏标和为标 意思是一样的 虽然有四十八条院 但是呢 是假如念佛 跟佛最亲 最近的 这是生因院 生因院才是亲 亲因 正因 唯一的十八院 唯有往生正因所在 这也是从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这两个字 看出它的重要性 在第二点 第三呢 显示弥陀 不可思议之所在 他不可思议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 大经里面 释放横杀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受佛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小经里说呢 若经者赞叹 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那么玄奘一本说呢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所以这个名号的功德 都是不可思议的 它怎样体现 它的不可思议呢 就体现在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毕竟能让我们往生 这才是它的 不可思议功德 如果说 有一部分人能往生 有一部分人不能往生 圣人能往生 凡夫不能往生 善人能往生 恶人不能往生 这个 平生念佛 精精勇猛能往生 临终三念五念 不能往生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不可思议了 就可思议了 让我们不止于得到 往生的功德 而且还能得到 现实种种利益 不过现实利益呢 前面也说过了 它是附带性 所谓弥陀的不可思议 在何处 在于 弱不生者 不取正觉 就让我们 毕竟能往生 在于 以及 能救我 才是弥陀的不可思议 不但救我 处离 勇离地狱 拖出轮回 而且使我 成就佛道 广度众生 这我是谁呢 你们说是谁啊 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 所以我们很多人 读经典也好 我们听法译也好 就感觉跟自己 不相关一样 飘飘渺渺那不行 什么叫不可思议 嘴上讲不可思议 内心的说 大概我网上 可能不行吧 那就完了 那叫什么不可思议 就是说能救得了你 你所讲出来的不可思议 才是有力量 你有感动 像我们写文章一样 这个写文章 一个命题作文 是帮别人写的 怎么写就不能感动人 自己也写不好 他如果自己内心 有所感触他来写 他写的就很好 人家看起来很顺畅 很感动 你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你不是从内心里边 成语中发意外的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吧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 然后自己呢 说我网上不定 你心里面说这话 都没有底气的 怎么能感动人呢 哎呀 像我这样的人啊 都没有希望的 罪业深重的 念佛也不清净 望想很多 像我这样也能到西方 而且肯定定下来的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样的话呢 你从内心发出来 虽然同样的语言 这个话就怪 其实也不怪 同样的一句话 张三说 听起来软绵绵的 李四说 听起来呢 就是生龙活虎 生气勃勃 为什么 他从用生命来讲话 你是 像说念佛机 是伟大的发明 但是跟我们人念佛 还是两样子的 是不是 你看人念佛 是有生命的 你看看这个书法 你看我们这个书 这个印刷体 很规矩 但是跟手写体 还是不一样的 文入其人 手写体写出来 就有你的生命在 书写这个印刷出来 它没有生命在 它是一个油墨喷上去的 那不一样 那念佛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不可思议 这四个字 你是背书背出来的 不可思议 那你从内心里边 生命被弥陀救度 所流露感动出来的 那说的不可思议 那就不一样了 听的人马感就不一样 你听不懂 有的人说法 同样一句话 大德 这些 你看比如上海大师 你碰到他 他点一个头说 能往生 你马上就感到 能往生 然后碰到那个 不是学净土的 或者是不了解这个法医 或者我们没那个力量 感动不了人家 那你说 他就没有这个感动 所以所谓的不可思议 是我们本人决定往生 有这样的效果 救度我才是不可思议 能救我 我是每一个人自己 下面呢 看救的救我 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说能救我是不可思议 这些 你经常念的 心常念恶 口常言恶 身常行恶 曾无一善 没有见善事 心口各异 言念无实 就身口一散叶 都是常念恶 常言恶 常行恶 心和口是分开的 没有真实的 就佛法是一面镜子 拿来照好我们自己 一照 就知道我们心性刚强 难调难浮 功高我慢 极傲不逊 那我们很多人往往都很骄慢 也没有智慧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有时候看到别人这样 觉得哎呀 我不会像他那样 好像看不起人家 这样就是我们的骄慢心 其实他这个样子 也就是我们的样子 我们八十田里面有这个种子 只是呢 还没显示出来 所以他是画个样子给你看 他说你呀 不要看是我 这就是你哦 你看这个马要惭愧 要低头 不能认为说 只有他才会这样 我才不会像他那样的 如果这样的想法 都是比较较慢的 缺乏寄生性 无有处理之源 内心充满三毒的罪业凡夫 什么是做不出来啊 你看金正说了 心常念恶 口常言恶 心常行恶 只不过我们呢 这个遇到的缘比对方好 我们还没有那种 或者还没有立即显现 穷凶极恶这样的缘 来做这样的恶事 那我们有缘遇到了佛法 有缘遇到了善知识 有缘遇到了因果报应 念佛成佛 那我们呢 也不用为三餐去考虑 也没有再受到这个 恶知识的教所 当然恶业的种子 没有生出来而已 所以看问题不能片面 要全面地看 拿这个法界的显明镜一看 我们都差不多的 没有处理三界 谁比谁强多少呢 对不对 连天上玉黄大地 它还要堕落下来 跟地狱的众生 也是差不多的 都在轮回当中 好 我们这一节课到这里 我们这一节课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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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